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一句话叫做 诗庄词媚曲俗 诗指的是唐诗 词指的是颂词 曲指的就是圆曲 好的词都给了诗和词了 而圆曲只唠了一个俗字 如果说汉复唐诗诵词都是阳春白雪的话 那圆曲无疑就是夏里巴人 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每个朝代的性格特点 最终都会反映在 他这个朝代特有的文学体材上 唐朝的热烈以及胸襟 反映在唐诗上就是他的磅礴大气 而宋朝的俊勇优雅 反映在宋词上就是他的精致与细腻 那么圆曲的俗 也一定与他所诞生的年代 元朝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自元朝开始 中国文化中雅的那部分 就变得越来越少 而更倾向于通俗化 世景化 其实俗也不是坏事 俗本身是一个中性词 俗可以是通俗 文学艺术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肯定不能理解成是负面的事情 但关键的是 自元朝开始以后就是明清 明清的文学形式最主要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明清小说 我们熟悉的所谓的四大名著 虽然被称为名著 但是也脱不开俗文化的范畴 那时候还有一些公案小说 什么三侠五义 七侠五义 诗公案等等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又是金庸 两语 生古龙的武侠小说 是一统天下 相对于以前的公案小说 其实变化并不大 不过就是将令狐中 杨过取代了 展昭和黄天坝而已 还是属于俗文学的范畴 所以可以说 从元朝开始 我们的文化就是一俗到底了 宋朝以前的那些高雅文学 已经越来越难迷其宗了 俗并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一俗到底 或者只有俗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计要问 我们这样一直的俗下去 是我们愿意呢 还是我们已经哑不起来了 能够成就元朝俗的第一责任人 那肯定是元朝时期的那些文人 那么元朝那些时期的文人怎么了 人们说文人哑士 那么这些文人 为什么不想做哑士 而愿意去写这些通俗的东西呢 元朝的文人和其他朝代的文人 又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所处的年代元朝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况 元朝有没有打压过文人 元朝有没有过文字域 元朝的那些文人们 敢如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吗 《元曲四大剧》中有一部剧 大家非常熟悉 叫《斗鹅渊》 在关汉清的底下 他真的只是简单的描绘了一起冤案 还是想揭露更深层的社会黑暗面 在斗鹅渊中到底有多少 隐而未发的意思呢 今天就和大家随便聊聊 元朝时期的文人们 一说起元朝的文人 很多人就会想起那句话 叫《九如十盖》 就是说在元朝 人们将社会上的所有职业分成十等 分别是一官二立三僧四道 五一六宫七将八昌九如十盖 儒生的地位是比乞丐强一点 但是还不如昌继 这也是后来在中国文革时期 臭老九的由来 由此可见 文人在元朝的地位是多么的低 不过呢 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一个笑谈 这种说法的最早出处呢 是出自于宋末元初的一名文人 叫谢法德 他本人字号叠山 写了一本书叫《叠山集》 其中就提到了这十个行业的排列顺序 不过在这本书中他也特别写到 这是他听滑稽之雄说的 所谓滑稽之雄 在当时的时候指的就是戏院里的小丑 听到一个小丑贬低文人说了这样一番话 于是呢 他就记录下来了 就有了以后的这个说法 顺便说一下 滑稽在中国古代最早指的是一种酒气 到后来呢 才隐身成为幽默有趣的人 实际上在元朝 读书人的地位呢并没有那么低 元朝呢还特意设立了儒户 就是专门给读书人的 儒户呢不分种族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成为儒户 你要参加考试 只要你考上了 你就成了儒户 享受国家的一些特殊的福利 比如说儒户不需要服那些乱七八糟的差役 而且儒户还可以实习 听起来呢还很不错 那为什么元朝的那些读书人 还经常是怨声载道骂政府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 他们读的是儒家的书 讲究的是精士致用 他们的理想往高尚点说 是想将自己的满府学识 化为治国安民的手段 他们读书的目的是想当官的 所谓书中自有言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乌 但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读了书以后要当官 如果不当官的话 那书中自有何东施吼 书中自有债台高筑 而恰恰在元朝 他不让这些读书人当官 元朝也不是完全废除了科举制 他只是对此非常的不上心 元朝第一次科举取士呢 是在倭阔台韩执政期间 当时呢 他受制于有能力的官员太少 于是呢 他接受了耶律储才的建议 第一次开科取士 这是元朝历史上的第一次科举 那是在公元的1238年 元朝人做事还是一如既往粗糙 这次科举既没有以往朝代的乡试会试电视 也没设什么壮严榜眼探花 就沿用了宋金时期的科举科目 然后就这么组织了一次考试 录取了一百来人 我可他还说要这些人与各处长官同属公事 但最后呢 这些考上的人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安排 这件事情呢 就稀了糊涂过去 耶律储才本来想借这次考试 重新完全恢复以往的科举制度 但很明显他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自这次考试以后 再一次重开科举 那就已经到了元仁宗时期 那是1313年 已经过去了70多年 而元朝总共不过才有98年 元仁宗们上期我们也提到过 就是那位被封为皇太子的皇帝的亲弟弟 当年他的哥哥元仁宗 为了感谢他帮助他登上皇位 于是呢 就将自己这个亲弟弟封为了太子 弟弟成了儿子 当时谁劝他他也不听 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 我们蒙古人就这样 认字不认辈 元仁宗还真没有让他这个皇太子弟弟久等 三年以后他就挂了 此音就是喝酒不要命 皇位还真的就落到了这个皇太子弟弟头上 这就是元仁宗 元仁宗总共在位了九年时间 这个时间自跟元朝的其他几个皇帝相比 算是比较长的了 而且呢 他也是一名比较有座位的皇帝 在他任期间就恢复了科举之路 元朝那时候每科是去近视一百人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读书人还是汉族人多 那这一百人还不都被汉族人占了 蒙古人也不傻 他知道他们蒙古人还有色母人 要论读书的话肯定读不过汉族 所以呢 他们是分别录取 所谓的四等人就是蒙古人 色母人 汉人和男人 上期呢 我们提到过 虽然在元朝的官方文件中 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四等人的这种说法 但是呢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是有这种等级存在的 只是不说透而已 元朝人取的这一百进士 是从四等人中 每等人中取二十五名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时同仁 但实际上蒙古人色母人与汉人男人的人口比例差距很大 说白了就是可能几万名汉人男人的儒生中才能选出二十五名 而蒙古人色母人可能在几百人中就能选出二十五个人中进士 整个元代取军士是一千一百多名 而在宋长呢 一次考试就可能录取三四百名 最多的时候能达到五六百名 元朝就这一千一百多名 还有一半要分给蒙古人和色母人 而剩下的五六百人汉族的儒生 进入官场以后 因为在官场之中 通过科举进入的人数实在是太少 还不足总文官人数的百分之二 那么这些人在官场中就变得人微言轻 又是汉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话语权 所以在元朝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 走仕途这条以往文人的康庄大道 就基本上已经被切断了 那么那些文人去干什么 为了谋生 他们只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 走入寻常百姓劳苦大众之中 为他们创作 创作他们能看懂的文学 于是服务人民大众的元曲就此诞生了 其实啊 我们大家看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他是否真的愿意融入中原的文化 是否真的愿意 不对中原这个被他们征服的地方 实行民族压迫 主要呢 并不是看他是否做那些虚的东西 比如说忽必烈将国号定为大元 取自于易经的大灾前缘 看起来好像是多么的尊重中原的文化 也不看他是否去祭拜苦庙 是否会善待孔氏的后人 这些事情呢 做起来都不难 而且很容易得到满堂的喝彩 这些呢 其实都不重要 真正要看的是他们愿意让渡多少自己手中的权力 如果他一方面说尊重中原第七的传统文化 当时呢 就是儒家文化 又说要善待儒生 但是实际上 却断了这些门人的进阶之路 让他们无法进入仕途 或者即使进入了 在官场中也是行单隐辜 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那么清朝呢 清朝是不是好一点 清朝从顺治二年就开始实行科举制 一直到光绪年间 科举制就没有间断过 那么他们是不是更加重视汉官 是不是更加融入了中原文化呢 在清朝的六部中 以及其他的很多部门 都是实行了满汉双轨制 比如说六部中的尚书 尚书有两位 不光汉书如此 侍郎也是这样 司官也是这样 满人掌印 汉人办事 清朝任命这么多的汉族官员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清朝跟元朝不一样 清朝的统治者是真的想管事 而蒙元呢 则是懒得管 清朝既然想好好治理 他肯定需要大量的 能够做事的官员 不管在数量上和质量上 满人肯定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所以他不得不起用了很多的汉人 而就是这些他启用的汉人 也是清同治者通过各种手段 修理过的汉人 代表的是符合满清同治者利益的 所谓的儒家文化 那清朝怎么修理这些文人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文字欲 清朝的文字欲是历史上最严重的 那么元朝有没有文字欲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 首先第一点 你要想搞文字欲的话 首先你要懂文字 没有文字 你欲谁去 元朝的官员主要是蒙古人跟色木人 而不管是蒙古人和色木人 他们其中懂汉语的人都很少 再有一个呢 就是蒙元人心中所持有的那种 所谓的制度自信 蒙古人在马上打遍了东西南北 从未遇到对手 任何文化 不管是多么灿烂辉煌 都会匍匐在他们的马蹄之下 认为只要他们的马快刀锐 那些文人们写几句酸词 根本就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 蒙元人是极力推崇武力的 而他们认为 是不能知公事 那也就是说 不管这些事说什么做什么 都威胁不到他们的统治 而他们又没有能力 管理文学艺术方面的事情 所以干脆就放任自留 举个例子 在元顺帝期间 有一个小立名叫范梦 后来呢 经过朋友推荐做了一名小官 但是呢 很不幸 又赶上政府拖欠薪水 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范梦急了 于是他就假冒轻差 到河南省市查工作 最后呢 编织各种理由 把河南行省的高官 基本上杀了个干净 可以说河南这个靠近 元朝统治中枢的大行省 就这样被沦陷了 这个事情当然很大 最后呢 范梦也被抓住了 当时元顺帝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是怎么冒出来的 你们给我查查他的底细 后来才发现 早在几年前 人家范梦就在河南行省衙门口 留下了一首诗 其中有这样两句 秀里屠龙斩礁首 埋墨清风二是春 又屠龙又斩礁的 这怎么看都是一首反式 但是这首诗就写在衙门口的墙壁之上 竟然无人过问 元朝也不是一起文字狱都没有 按史书记载上还真有意见 而且这起文字狱中被杀的那个人 还非同小可 他是宋公帝赵显 宋公帝是南宋朝廷最后的三个小皇帝之一 当年南宋的都城临安陷落 谢太皇太后就抱着当时只有五岁的宋公帝赵显 出城向援军投降 忽必烈对于宋公帝还算是非常礼遇 封他为迎国公 他洗牵的一直居住在上都 后来呢 忽必烈觉得有些不妥 就让他去西藏 去那里去学习藏传佛教 宋公帝自此就出家为僧 后来到了元英宗统治期间 赵显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 说寄予临和境没开几度花 黄金台上课无富得还家 有人呢就将这首诗向元统治者举报 说赵显有意煽动江南世人造反 当时的元英宗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 一怒之下就让人杀了迎国公赵显 据史书记载 杀之出白血淹 就是说赵显死的时候流出来的鲜血是白颜色的 这叫流血成乳 是佛教历史中习见的一种说法 表示是受到了冤枉 下令杀死赵显的元英宗 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元人宗的儿子 他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他也被当时很多的儒生们寄予厚望 但没想到元朝历史中这唯一的义起文字语 却是由他而起 很多人认为元英宗之所以这样做是冲动热的祸 元英宗自己在杀死赵显以后也非常的后悔 而他本人确实也有异于冲动这个老毛病 元朝的文人们不能通过科举入室 那么他们靠什么谋生呢 其实做什么的都有 有的是帮人抄抄写写卖字为生 有的是做教书先生 还有的人呢是做了政府中的一名小吏 伺候那些蒙古人或者是色目人 顺便说一下 大家经常听到色目人 是不是指的就是眼睛有颜色的那些人呢 其实并不是 色目人是元朝是对那些西亚中亚以及欧洲那些人的统称 色目指的是各色明目之人 基本上来说在元朝如果你不是蒙古人 不是汉人 不是男人 而且你还是人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色目人 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那么为什么色目人比汉人男人地位都高呢 其实蒙古人划分等级是按照这些民族被征服的时间长短来划分 蒙古建国以后就开始西征 所以最先征服的是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的那些人 这些人被蒙古人征服的时间最久 被蒙古奴役的时间最长 所以蒙古人认为他们是最值得信任 再其次呢就是汉人 就是蒙古征服经朝时的那些汉人 包括契丹人和金人 而蒙古最后征服的王朝是南宋 所以男人的地位是最低的 是不被蒙古人信任的 色目人中也有很多著名的人物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郑和 他就是个色目人 郑和出生在云南的昆明 出生的时候还是在元朝时期 后来明军的副统帅蓝玉征服了云南 郑和被服 被施以了攻刑 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 郑和原本姓马 有人说他是回族人 他的父亲呢 也是当时元朝在云南的高官贵族 他的正姓是朱棣赐给他的 那朱棣为什么不赐他国姓朱呢 这恐怕是与郑和的职业有关 大家知道郑和是一名宦官 宦官呢是要断子绝孙的 所以用朱姓国姓显然是不太合适 那为什么要赐姓郑 而不是其他姓氏呢 那是因为啊 郑和那时候还叫马和 他参与了朱棣发起的静难之役 在郑村霸意义中是表现出色 率军击败了强敌 立下了奇功 战后朱棣为了表彰他 就命人写了一个斗大的正字赐给他 由此他就改姓为郑 改名叫郑和 郑村霸这个地方呢 现在就是北京东武馆以外的东霸 除了以上的这些营生以外 元朝的文人们还以卖文为生 不过此时卖那些诗词歌赋 已经没有人买了 买诗词歌赋的人 以前的都是那些高官贵族和富商们 这些人在以往的朝代中都是有文化的 而现在呢 是元朝 高高在上的那些人通常都是没文化的 所以再好的诗再好的词也会无人问津 只有那些面向普通大众的元杂句 倒是还有人愿意买 但是呢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 有些人呢 甚至就是勾拦行愿之人 所以由此可见 这些元杂句作者们的生活状况不会很好 这些作者们也有自己的组织 类似于现在的作家协会 当时呢 叫书会 书会中的作家叫财人 而我们大家熟悉的元曲大家 关汉青 就是当时玉京书会的财人之一 关汉青绝对是属于被科举制度遗忘的那些文人 公元1238年 元朝第一次实行科举的时候 关汉青只有十岁 而过了七十多年以后 元朝再次恢复科举的时候 关汉青已经是八十多岁了 所以他一生与科举无缘 但他心里一直有着一个梦 一个科举入室之梦 所以这也就不奇怪 为什么在关汉青的很多作品中 很多主人公最终命运的转变是高中了状元 其实那不过是关汉青们在自己的作品中 为自己圆一个梦 而他们笔下那些潦倒落魄的儒生形象 才真是元朝统治下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 而高中状元为民深渊的情节 更像是元代文人们的一场集体意淫 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 一个幸福的人是不需要幻想的 在关汉青的著名剧作《斗鹅渊》中 斗鹅的父亲斗天章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他本来是一个落魄的书生 还向当时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借了高利贷 最后因为还不起钱 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的小女儿斗鹅 卖给了蔡婆婆 蔡婆婆那时候有一个儿子 她买了斗鹅 是想让斗鹅做她的童养席 斗鹅渊的故事也就由此展开了 蔡婆婆的儿子成年以后没多久就病故 所以这时候他们家中已经没有男人 蔡婆和斗鹅二人都是寡妇 蔡婆是以放高利贷为生的 这是一个非常凶险的行业 有一次蔡婆在去收起高利贷的时候 差点被债主勒死 救她的人叫张力儿 还有她的父亲 当时蔡婆为了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 是想用金箔进行仇谢 但当张力儿父子 知道蔡婆和斗鹅二人都是守寡在家 家中没有男人 他们就拒绝了蔡婆的金钱酬谢 而希望能够入赘他们家 做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父子二人正好配蔡婆和斗鹅两名寡妇 蔡婆起初不允 但张力儿以武力相胁迫 最后蔡婆考虑再三 还是答应了 但斗鹅坚决不同意 后来张力儿就想出了一馊主意 他偷偷的在斗鹅为蔡婆准备的汤中下了毒 希望毒死蔡婆以后嫁祸于斗鹅 并逼其就范 但没想到张力儿的父亲张老驴儿 却误服了这碗下了毒的汤 就这么被他儿子毒死了 张力儿见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就诬陷说是斗鹅下毒 毒死了他的父亲 官司打到了官府之上 最后斗鹅被判死罪 斗鹅死前发出三事 说他死后会出现六月飞雪 雪见白恋和楚帝三年大汉 结果是一一应验 几年以后 斗鹅的父亲楚平章高仲 回到了地方担任地方官 重新审理此案 为斗鹅申冤 这就是斗鹅冤这部戏的大致情节 很多观众应该对此并不陌生 在这部剧中 其实有很多官汉卿想说 但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 咱们先说蔡婆婆和斗鹅 他们生活在楚州 楚州是处在江南之地 所以蔡婆与斗鹅二人 都是当时社会的对底层男人 那么张驴儿父子二人是什么人 驴在汉人的风俗中多用于贬义 但他却是蒙古人常用的一个名字 而且就在官汉卿创作斗鹅冤的大致的年代 在当时江南之地确实有一个御史中成 就叫张驴 他就是一名蒙古官员 这名官员后来还被人指控收受钱财 而更巧合的是张驴当时管辖的范围 正好就包括楚州的地狱 在剧中 当时负责审理案件的太守 对张驴儿是百般的纵容 由这些线索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测 张驴儿父子很可能就是蒙古人 是当时的蒙古游民 他们虽然经济地位不高 没有钱 但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身份 使得他们仍然可以在男人的地盘上 肆意妄为 而蔡婆婆之所以最终接受了张驴父子二人入赘 恐怕也是出于对张驴儿父子二人族群身份的认可 刚才说了 高利贷行业毕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蔡婆婆一个孤老女子 做这行业就更加的有风险 如果她此时能够依靠上张驴儿蒙古人的身份的话 那么对她的生意应该说是有利无害 蔡婆婆可以同意 但窦娥绝对不会同意 那是因为窦娥毕竟是出身于书香门底 她不能做于礼法不符的事情 首先她觉得张驴儿他们父子二人就这么进入了他们家的门 既没有订婚也没有聘礼 更没有举办婚礼 就这样做了自己的丈夫不合乎礼制 根本就不能算作正式的婚姻 在窦娥看来 这些礼数并不是一些繁琐的东西 而是非常重要 没有他们 婚姻就是不合法的 特别是婚礼 礼记婚礼记载 婚礼者将和二姓之好 上以示宗庙 而下以记后事也 故君子重之 这就叫做发乎情 指乎礼义 再有也是最重要的 窦娥那时候丧夫刚刚两年 按照儒家的传统礼法 窦娥应该为王夫守孝三年 所以这时候她万万不可以婚去 在剧中 审理这起案件的楚州太守叫涛乌 涛乌这个名字按中国古人记载是属于四兄之一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而楚州太守是楚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而当时元朝时期各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叫达鲁花赤 全部都是由蒙古人或者是色母人担任 所以由此推算 涛乌肯定是蒙古人或者是色母人 很多蒙古人或者色母人 他们那时候都不通汉语 在需要他们签字画鸭的时候 通常就是用三个手指 站上墨汁 然后划一下 这就算签字了 地位高一点的知道用印席 也就仅此而已 而且蒙古官员肯定不会了解中国的礼法 他们也不会接受窦俄聚婚的理由 而且这名蒙古太守判案也无法可依 元朝在公元127年以前是一直沿用着金朝的太和力 后来可能觉得一直用金朝的法律太丢人了 所以干脆就弃之不用 但自己又没有能力编属于本朝的法律 所以中元一朝一直也没有形成一个像样的成门的法典 以后的审判 都是依靠以往的判决的惯例来进行 所以有人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认议不认法的年代 窦俄在死前发出誓愿 说他死后将雪剑白链六月飞雪和大汉三年 其中六月飞雪针对的是天 雪剑白链针对的是人 而大汉三年则针对的是地 这个三个宏愿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天地人 而天地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未知三才 是构成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 所以窦俄说雪剑白链不落尘土 那是因为窦俄觉得自己死的冤 而六月飞雪大汉三年则是窦俄向天地喊冤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 天地也毕竟会听到窦俄的冤情 并为他冥冤 窦俄的这三个誓言 更加的是表现了在当时的元朝 那些儒生们面临的天罡诀 地轴折 人里灭的悲惨状况 据得最后 关汉青安排窦俄的父亲窦天章 得众高官为窦俄深渊昭雪 但这些不过是关汉青对自己 在痛定之后的一种安慰 这不过就是一个梦 是关汉青和他那个时代的门人们 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生活在元代的知识分子是悲哀的 因为那并不是一个理智的社会 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 才使得这个社会脱离了丛林法则 这才称之为一个文明的社会 而只依靠强权 忽视理智力量和知识力量的朝代 不管他曾经多么的强大 必将会被人所遗忘 所唾弃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